6月18日正值郭尔邦节假期第二天 记者在位于乌鲁木齐市区的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看到 游客们拍照流影 贫美时感受别样的人文风情 景区内身着民族服饰 体验人文风俗的旅拍爱好者 在摄影室的镜头中变成了抑郁风情的画中人 正在给游客示范拍照姿势的旅拍从业者阿里米热告诉记者 现在游客很多 假期也没有休息 我们从早忙到晚非常累 但是一想到给游客们带来了美好的回忆就非常值得 新疆官方此前发布放假通知 2024年6月17日是国尔邦节 6月17日至19日放假共三天 记者采访到多名新疆旅游业从业者 他们称今年国尔邦节尤为忙碌 国尔邦期间的话 大巴扎旗舰店推出了各项的一个优惠活动 然后包括我们的经典奶格搭买三送一 我们推出了这些的活动 就是为了让当地以及外地旅游的一些朋友们来新疆购物买得开心 已经进入了我们新疆旅游的旺季 尤其这几天是国尔邦节 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带团其实是很忙的 陈清歌还介绍 进入夏季 新疆旅游持续迎来游客高峰 或许和热播电视剧《我的阿拉泰》有很大关系 这两天这个国尔邦节 然后就是也体会到了这个当地的这个风俗嘛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棒 好吃的也特别多 然后也看到了那个就是他们在跳舞嘛 大巴扎步行街在旅游季和国尔邦节期间 推出了大巴扎第二届新疆烧烤节 开展了丰富的文旅活动